Hi YouTube 今集就是讲魔法的力量 Magic Power 继上集我们提到就是什么魔法 魔法我们会调用一些神秘的力量 而这些所谓神秘的力量 其实可以来自于方方面面的 最普遍我们通常魔法会调用到就是 风水火土四元素的力量 那例如最常用的就是蠟燭 蠟燭就已经包含了风水火土四个元素在里面 除了是元素力量之外呢 我们还会大自然包括一些水晶 水晶它有力量 植物药草它也都会有力量 那还有就是high self 我们的high self 我们连结宇宙的本源 我们接近内心 可能我们会做一些打坐 一些meditation 去让我们安静去连结我们内心 内在世界去连结本源 源头这样 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些high being 在威卡里面 我们会邀请父神 武神 或者一些阳星的大师 天使 大箭的精灵 一些high being 会邀请他们的协助 一些大箭的力量 那另外呢 我们都会有音乐 我们可能会念一些spells 可能会是用鼓去敲击一些声音 也都是很powerful的一些力量的来源 而杀满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鼓 是一个very very strong的一个力量的来源 那还有性能量 其实都是一种很powerful的力量 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come from 这种的energy 我们都是come from 性 性的能量 因为性是一种创造的能量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come from 一个sales power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powerful的能量 那spell spell spell就是一些声音 咒语 一些文字 当我们念动一些咒语的时候 同时就是在启动一些能量 在里面 那今集的魔法力量 我们暂时讲到这里 那未来我也会拍不同的魔法的短片 如果你有兴趣继续收看 很欢迎你subscribe 或者like这个影片 演唱片